先在開文進前有宣布說 對這幾個月十三開始 條件在當地區 集中三座公車路線的發車時間 不過尊重跟法醫山地區的 學生家長也都歡迎說 我們的新條件會讓孩子上課地道 現在經過協調後 對明天再開始會再調查回來 學生排隊準備坐公車去學校採取 不過十三開始 這座路線 對原本的載器 六點空五分發車 萬十五分間變成六點二十再出發 學生家長歡迎 調整後的時間 空間會去海地學生 沒辦法尊重學科 在選學校的時候 就考慮到交通問題 然後這班次 其實還勉強能夠在七點半 大概七點二十五分前可以到校 可是它稍微一延後 即使是延後十五到二十分鐘 還是導致小朋友的確會遲到 早上很多的學童 還有長輩 需要搭這部公車 趕去學校上課 這樣子問題造成了學童的遲到的問題 也造成了很多長輩 要到醫院去做醫療的一些看診 也造成了延誤 主管單位 身體區管理所 知道了 觀音學香港所 參身體客運相關人員討論 最好經過協調 各點配合 學生訴求 公車從16開始 開學完本的時間 現在的時間調整回來 终生改革为这家中心肝来的欢乐 记者专官和心得报道